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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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五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海基会是民间的团体 但是因为性质跟任务特殊 难免受制于传统行政器官的框架 请缺创新的能力或动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排一下人爱路三段的手号 那这边呢 因为我就是住建国画社的另外一边 所以每天醒来大概走路上班大概十分钟吧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大家第一个可以注意到的就是说 它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空间 像这样子一个足球场 就是由喜罕儿所画出来的 本来有些人就是点点善的这家社会设计公司 帮他们做艺术治疗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 这些喜罕儿的朋友们画出来的东西 艺术治疗是自己也画不出来 因为他们看这个世界的方法 是透过一个几何的方式来去看 不像我们可能是透过文字或者数字 或者是一些其他抽象的方法来看 所以说他们画出来这些东西 其实就可以非常的容易让人进入一个 创造性的思考的模式 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一个空间它是营造成每个人的这个独特性 它的contribution 它的贡献 是被用它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话 这个空间本身就可以让人就是非常的感到有创意 那如果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去空中那边玩的话 会看到这种无人车 它是三轮车 那三轮车虽然同样理说跑得快了 但是跑得很慢 那意思就是说它撞到人撞到东西都不会怎么样 那大家都可以实际的在这边去看 跟这些三轮车要怎么样互动 那这个跟创新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放一些就是真的是长得非常奇怪的 有点像是异形 或者外形人 这样子的这个生物在那边 可是呢它又完全无害 就是它不会害到人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的那个想象力就被打开了 那比如说旁边有见过画室嘛 就会有人想说 那是不是这些车子就意不意去的在我买花的时候就跟在我旁边 我买了就放上去 那这样子的话最后还可以骑上其中一台 然后就把我送回家 那或者是说在空中附近去做导览的时候 它也可以用就是来的访客的那个语言去跟它做这个介绍等等 也就是说当它不预设它能够做什么的时候 反而大家的想象空间再奇怪也没有这些车子看起来奇怪 所以这些车子来了大概第三次的时候 就连我们就是最保守的一些就是行政的同仁们 都会开始提出一些像说 知道怎么判断旁边的情况的时候 它会闪红灯 那可能这个红灯就很小 而且它也没有让大家知道说它正在注意哪一个部分 所以就会有人提出那可不可以变成make eye contact 就是说它眼睛能不能注视这面 那像这样子其实他们愿意提出这个建议就已经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但是因为这个车子本身它是抛弃掉大部分的主作财产权的 意思就是说MIT提出它的时候 你只要会一点电子电路会一点点程式设计会一点点这个机械 你就可以任意的去改改变它改做它 所以说像这一代就是当他们第三次来就是上个月来的时候 就已经把我们上一次那位同仁的意见已经纳入了 那所以它不但有两个眼睛而且眼睛会转动 而且还会眨眼 然后而且这个眼睛还会有不同的颜色等等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当它碰到某一件事情 它想要告诉你说我现在在注意哪里的时候 它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跟人相处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起在上面去逛空总 所以我讲的是说大概三个嘛 就是第一个是说有一个相对安全的 最好是匿名的这样子一个提出就是问题 而且一定会受到回应的像slido这样的空间 那第二个是说把以前已经有的这个贡献 让人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可以看到说 它真的造成了什么样的改变 那第三个就是说不会只有提出贡献的那个人可以去把它延续下去 而是任何人都可以继续把它延续下去 那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话 大概就可以达到一个内部创新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第一个问题我通常会回答比较久 因为让大家比较有时间问问题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概念呢套用到了 比如说总统府 总统府在去年又办了一次叫做总统北的黑客松 那这个黑客松呢就是去邀请全台湾所有的 或是公部门的同任们受黑客检 去看这个总统当时的政检 里面有哪一些可能在行政体系里面 可以做得更好的 然后鼓励跨公部门或者公部门跟民间一起去提出案子说 可以怎么样去做得更好 那这是一个三个月的一个合作案 就是说大家可以提案 提案之后呢我们去媒合 然后工作方等等 那因为是公务员参赛为大部分 所以其实是没有奖金的 那唯一的奖励就是说 除了总统亲自领奖给你之外吧 这五对呢我们会想尽办法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 让他融入现有的公务流程 也就是说他最后的奖励 就是我们愿意改变公务流程 去把你的这个创新的想法 变成我们世纪的公务流程 所以这五对呢 就是最后得奖的这五个优秀团队 所以现在呢 基本上都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 就是公务流程的一部分 那像台湾自来水公司就提出说 他们的那个自来水管线非常长嘛 很多是塑胶的管线 那这些管线呢 他们就是希望说他们把这个水压水流量 等等的这些资料公开起来 那他们本来师傅可能要花 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能够停到一个新的漏水点 但是现在就改成他可能一两天 那个LINE的机器人 就自动告诉师傅说 最近哪些地方 可能漏水师傅又先去停这个地方 那就解决了很多水资源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我们政大的这个研究生 甚至院本部的一些资讯同仁 资测会等等 大家一起来做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模型 那这些人在三个月被总统接见之后 又跑去纽西兰三个月 去帮他们解决他们的自来水公司的 这个漏水问题 所以这是也有外交上面的一些作用 那但是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看到104个提案的时候 很多都是说是社会团体 或者是一些什么这个协会啊 或者是一些媒体啊 一些民间的朋友们去提的 但是呢 当我们实际去看这些提案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104个提案里面 可能有80个都是公务人员写的 为什么因为公务人员写的 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用词浅词的方法 然后呢 很可能就是科长级的 或者是这个组长级的 他可能这个案子已经在抽屉里面 放了两年三年以上了 那但是不管是因为他的长官不太买单 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做到跨部位的协调 或者是说他需要有些资料 或一些特殊的这个就是能力 那这些能力刚好在他的team里面没有等等 所以呢 他就去找一个他的民间朋友 然后呢 民间朋友帮他提案 那提案之后 如果他被选到了这20个 这个优选的团队里面呢 他就说本科进与配合 本处进与配合 那实际上根本就是他写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可以达到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第一个他是安全的 就是他没有风险嘛 如果最后没有做出来 那是民间的问题嘛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他最后是帮他省到力气的 因为如果他最后是真的整合回了公务流程 当然他的工作会因此品质会提高 那第三个他的credit是共享的 就是说不是被政委或者被总统收割掉了 而是说这些团队本身 他是非常proud of他们的工作 而且之后就可以代表台湾去各个地方去就是巡回啊 然后去帮助我们的友好国家等等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开这种 不是完全是开外挂 像总统被黑客送我们都把它叫做这个年度最大外挂 不是只开外挂 而是说你要有个把外挂合并进来的这样一个模式 在这个模式里面帮大家省到力气 帮大家节省风险 而且credit是共享的 我们大概都是一直在往这样的方式去设计这个空间 好 那我们就继续 因为我朋友们问说 身处网络世代 政府相关部门如何在经过保障言论自由的前提下 妥视处理网络上一号假新闻 下一号 那当然我自己是绝对不会用假新闻三个字 不会主动的去用了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假新闻这三个字在台湾 事实上是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电影 那联合国事实上在UNESCO 他们也有发布一份小册子 它就叫做journalism 新闻工作 然后跟disinformation就是假讯息 然后他中间写一个fake news 然后把它画掉 意思是说请大家都不要用这个字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假新闻它有就是三种意思 一个是说它如果不是新闻工作 它冒充是新闻工作 像内网农场那样子的 那是假冒的新闻 但是呢有些领导人呢 我就不讲谁了呢 是把他讲说这个媒体的报道 那这个报道的内容呢 如果不合他的心意的话呢 他有时候会说是这个新闻工作本身是虚假的 那这是另外一个意思 那当然呢 像我去跟就是台北市场科文哲 有一次作谈 谈到这个题目 他说这两种 他都不觉得是什么假新闻 他觉得是新闻工作 是好不容易写了一篇报道 他也是真实的 但是他的编辑给他下了一个 就是带风向的标题下来的标题 他觉得这个才是假新闻 因为编辑也没有署名嘛 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 但大家想一想就会知道说 这三个其实是不重叠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用一个词去描绘 描绘三个不重叠的事情 然后问说政府要怎么办 因为这是就是没有操作性定义 所以我们现在在行军上 其实是包含总统从10月10号开始 10月10号开始 我们就是很明确的 就是说disinformation 就是假讯息这三个字 那当然假讯息有一些基本的定义 基本上这三个要全部符合 他才能够叫做假讯息 这是罗正伟的简报 那就是你要是故意的意图的捏造的虚构的 而且他实际造成了社会的危害或者是损害 那这三个全部满足 我们才会把它叫做假讯息 那当这三个都满足的时候 一般都认为说 其实言论自由应该不是搞上这样子的一些讯息 那当然如果他只是就是好比像说他是故意的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捏造或者虚构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受公平之事 或是说他是一些讽刺性的揣测或是些 那他并没有造成危害 那等等这些都不算是假讯息 所以我们怎么样处理假讯息呢 大概可以是用四个面向 就是释甲、破甲、益甲、成甲这四个面向 那我自己就是比较着力的工作是释甲跟破甲 就是一方面让大家在看到的时候 就先想说你释到是真的假的 养成一个不要就是未看先转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然后呢而且呢也跟民间的单位合作 及时的去做查核 然后及时的去做厘清 那当然呢这个如果这个平台可以去做协力 然后以及尤其是在选举期间 如果是一些境外的资金呢 那我们其实就是罗正伟也把选拔法的修正 已经送到立法院了 就是以后政治现金只能国人去给嘛 但是以前这种境外的透过一手两手三手的 去sponsor这边的一些行销操作广告等等 以前是无法可管 那我们现在是有点类似像洗钱房治一样 就是说他每一官都得切解说他并没有用境外的资金等等 所以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抑制跟去惩罚这个 就是意图造成危害的这些假讯性 那当然我自己的主要的工作是在视假跟破假 所以民间就有很多朋友去做的类似这样一个工作 好比像说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最近有一个叫做美玉仪的一个机器人 相当的有名 那美玉仪这个机器人呢 他就是任何人只要把他加入这个LINE的这个群组 然后呢他随时看到假讯性 他就会直接这个在你的群组里面就直接说 哎这是遥远 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的方式 这个就很像什么呢 很像我们以前在处理垃圾诈骗邮件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自动举报有垃圾邮件 因为邮件当然是言论自由 而且他还有密密通讯自由 那但是如果你说的是垃圾诈骗邮件 那很可能他是forfeit 他的这种密密通讯自由 你只要把它检举 可能就会放在一个网路平台上面 那这个平台并不是政府营运的 也不是政府去就是sponsor的 那而且他也没有这个性别平等上面的问题 你每次去这个网站他就会换一个人称赛名词 对所以就是说就是大家都在转传谣言嘛 对那所以你只要加入他作为LINE的好友 那你就可以检举任何的谣言 你只要看到一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就可以 但是你有股转传的冲动的话 你就转传给这个机器人就好了 那转传给这个机器人的话 那他们就会透过一个线上的即时的群众外包的这样一个方式 任何人都可以实际的马上来去进行查证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资料库 马上就可以看到说就是目前台湾正在最流行的是什么 好比像说冬天吃白萝卜比人生抢一百倍什么之类的 或者一条铃带可以救星期更色什么之类的 然后本来这个大家都非常的非常的关心彼此的健康嘛 所以这种是很多的 那所以anyway我不会在这个网页庭太久 因为可能造成精神污染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里面当然有真有假 然后有的是个人的意见 但他的特别的重点就是说 他把本来只是在地下流传的东西 把它变成在网系网路上是一个Google看得到 任何人都看得到 任何人都可以拿去用的一个公用的资料库 那只有在有这样子一个公开的资料库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知道说 到底现在最传的最凶的这些不识讯息 争议讯息 谣言 或者虚语的假讯息 他的那个pattern是怎么样 因为当年的垃圾假评邮件就是这样解决的 我们靠着大家用于兼具 然后去找出说最大的几个发垃圾假评邮件的 大概就是这几个来源 然后我们分析出这些pattern之后 即时的去把它封锁掉 那现在大家的信箱 还是不知道一些垃圾邮件 可它就是跑到垃圾邮件的那个资料夹 它就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如果你时间太多 可以去看垃圾邮件的资料夹 但是我们在接下来 就会是跟各个平台业者去合作 那好比像台湾市值查核中心 这也是台湾的另外一个独立的一个机关 不是机关啦 就是一个NGO 那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说去看像真的假的里面 现在就是最流行的 聊言是哪些 然后呢 他们就实际去用这个查证的这个方法 去看说到底 好比像说非洲族人会不会传人 那这个之前是传的非常全的 那他们就会是实际去看这个方简局 受益学系 联合国粮农组织 等等等等 他们会把整个查证的过程 就是具体迷的公开出来 然后最后说市值查核报告42 这个是错误的 那脸书就Facebook这个平台 他已经答应出了今年 他们会尽快去把他们的演算法 去跟这个查核中心 他是全世界这个市值查核网络的一个成员嘛 只要是这个成员加入了Facebook的系统之后 只要是给他查核是错的 那在Facebook上面他的触及力 就会降到本来的不到五分之一 意思就是说 当他po了这样子的一刀言 会有人转传的时候 如果你只有他一个朋友 那你的墙面上还是会看到了 那但是如果你不只他一个朋友 Facebook就会说别的东西 就不会给你看这个 但这并没有侵犯言论自由 因为你如果特别去看的话 你还是会看得到他 就是好像垃圾邮件进来是广告 垃圾邮件资料夹 你也没有侵害通讯自由 但是大家注意就可以比较不要放在 这些已经被查核到是错误或者虚假的一些事情 那所以这个是在基础上面 我们跟民间目前协力的一些贡献的一些方向 那当然每一关都是去帮后面的几关去挡嘛 就是大家如果一开始就 就是能够警觉说那就不要转传 其实根本没有后面的问题 如果试日查核这边能够找到 就是实际上是谣言 那他也不会再传 那如果他真的开始广传了 那平台他可以透过演算法去进行抑制 那如果最后真的抑制 不要真的造成伤害了 当然我们最后有些法律的做法 那大概就是目前我们在处理 可以加速写这些议题上面的一些基本的方向 那有十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公务机关经常消耗了大量的精力 在做资料的会证和理答 请问有没有什么单位协作的案例或者经验 可以借鉴让我们可以降低这些资料的会证做 后费的时间 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像我自己在两年多前刚入阁的时候 当时我人还在国外 在任西兰 后来在巴黎 那我就是引入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任何记者 任何人都可以问我任何问题 但是我绝对不去私下回答 就是所谓私下问公开打的这样一个习惯 那这样子的习惯有个好处 就是说我不需要重复我自己讲过的话 那任何新的人问我的问题 我只要之前有回答过 那其实都有一个全问检索的方式 就可以立刻可以看到我之前的回答是什么 等于是说透过公开回答的方式 来建立起一个就是共同的一个问答题 那当然等我真的入阁之后 我这两年多来所主持的每一场会议 外界每一个人来找我讲的每一句话 全部都是透过逐字稿的方法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我从入阁到现在 一共跟3451个人讲过 169442句话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不只是外部的 也包含是内部的 像我们经济中特所得说的电子承报系统 中间开了无数次的回宣会 那每一个都不是大家所习惯的那种 就是主席才是的会议记录 而是真的是每个人讲的每一句话 那这样有个好处 就是说政府资讯公开法里面 其实是说你搞阶段的这些工作 其实是以不公开为原则的 是对公益有必要的时候得公开制 那得公开制的意思就是 你的长官长官长官 已经长官长官长官都要同意 才会公开 所以通常也不会发生了 那但是呢 因为我就 这是我进来的工作条件之一嘛 我的工作条件是我看到的东西 全部都可以公开 所以我主持的会议 并不是说直播什么的 而是说制作这样一个共笔之后呢 大家都可以编辑一个十个工作天 把一些看起来不是很专业的一部分都拿掉 拿掉之后呢 那就是公务人员就用最专业的一面 呈现在大家面前 所以就算是还没有这个达到政策制定的这个结尾 那大家都可以知道说我们正在往什么方向讨论 这样的好处就是民间就不用揣测 不用脑补 脑补虽然很补啦 但是大概都是错的 那民间即使要抗议即使要怎么样 那他最好的做法就是他抗议最新的状况 他不需要去揣测两年前三年前状况 到底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所以你搞阶段的咨询公开 在我个人的这个经验里面 其实是一个最快速的去累积资料 然后随时有人来问的时候 你就可以quote其中一句话 其中一段 然后能去告诉大家说 那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 那好比像说像健保卡的身份识别功能 跟这个新的EID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那这个虽然我们都还在讨论 但整个讨论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 每句话每一个字都可以有一个网址 那所以同样的就是他把本来是 好像隐藏在公务情况 公务流程里面的东西 提到了一个有一个公开的网址的 这个地方 那任何人在用Google 用这些东西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呢也都非常容易的去quote 好那当然大家可能会问说 那是不是只有我们办公室做呢 我们一向都是透过一个示范的方法 所以在我们公共支持网络参与平台里面 当我一加入行政员的时候 我就说那我们是不是把各部会 正在进行的执行的计划 所有管考的就是个案计划 预算达成率执行进度 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公开在这边 让2300万人都可以管考呢 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各部会的 我们都有一个team 叫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专门去跟网路上这些朋友 进行讨论的一些就是专家们 那这些朋友们都告诉我们说 本来只有可能23个人在管考我们 就是检察院成绩部啊 或者是国法会管考处啊等等 那为什么先要2300万人管考我们 所以都没有人加入 那没有人加入没有关系 我们就先用院本部自己管考的 就是院管考的一些计划 那我们就是请院处的朋友们 比较麻烦一点啊 他们就要把所有这些 像金门大桥 他的这个预算达成率 累计的这个预算跟这个执行进度 统统都上网 那大家本来可能觉得说 哎这是不是很麻烦 会浪费大家很多的时间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完全不会 因为像这种长期的计划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说 那你这个月做了什么 找哪些标开了哪些工 很多他Google看到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来问你吧 那甚至有些人 好比说像看到那个累计的预算达成率 会往下掉嘛 累计不应该往下掉的 所以就有朋友 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虽然他的片子不是很违反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想问什么 那所以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同仁 就怨出实际去协调了 那他们就说 因为厂商这个没有执行 我们只要就是跟他解约了 结果他把钱还 我们又另外找了一个厂商 现在都已经很正常的 在执行当中了 非常感谢您的询问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只要回一次 以前如果是 就是每一次来所资啊 议员啊什么之类的话 那其实每一个来所资的人 都不知道前面已经39个人 问过完全一模一样的问题 而且每个要的格式都不太一样 那但是现在呢 因为他自己Google就找到 就不会来烦你了 那如果他还是来烦你 你就贴这个连结过去就好了 那过去之后 他就可以追问了 那追问至少就是 有在事实对齐的情况下 就不用每一次都搜集一个不同格式的资料 因为其实他也不是很在意什么格式 他只想知道实际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样子 试着执行一年之后 我们就发现摊题来讲 对于公务员来讲 大家其实省到时间 并没有浪费时间的 所以呢 最后就 我们所有的部会的1355个计划 目前就是全部在中文平台上面 具体的这个分享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在就是我现在是 就是只建议了 只示范 而不做任何这个 呃 强求的 命令式的一些工作 但是到最后大家都发现说 哎这些事情真的有省到大家的力气 那如果有省到大家的力气的话 到最后大家就是蛮自愿的啦 就加盟进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就可以去看说 实际上每一个年度 每一个隶属的专案 总统的各种证件 5加2的产业创新计划等等 或者是说 最多人感兴趣的主题是哪些 好比像说长照啊社会住宅啊 这些都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所以呢 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有了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从行政的角度来看 就可以节省很多的力气 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之后 审计部他们也非常的觉得有帮助 所以他们呢也来问大家的意见 那在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往一个反方向 就是说 新北市先要多做一件事情 台北市先要推动都更 这个哪一个图书馆要做什么事情 智慧节奠 他们有一些创新的行政作为 台北市把设七大楼 用一块钱租给社会企业 而不是像以前庇护工厂 是补助特定人数的升障 那这些都很难建立新的审计原则 所以他想问大家有什么疑虑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法 因为大家 我们行政员问他有什么建议的时候 大家可能刚刚都可以看到 三四十个就已经很多了 但是 审计部问他有什么疑虑的时候 就是七百个四百个 可见提出疑虑真的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那然后他们做的事情 去把这些疑虑收集起来 像刚刚说的企业那个问题 就是收集起来 整理成九个分项之后 实际去找新政员负责社会企业的政委 就是我了 那我就要想办法 一个一个回答出这九个问题 然后他们再反过头来告诉人民说 你看这个唐峰政委 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当责 那他帮忙建立了新的审计原则 我们以后就造成这样审计 所以他们以前是两面不讨好 他们如果踩刹扯的话 会说阻碍行争的创新 那他们如果踩油门的话 他又会说人民的疑虑没有解决 但他们现在就是把人民的疑虑 透过开放政府的方式 跑来问我们 然后我们就要帮他去担这个 就是制定型的审计原则的责任 然后他制定完之后 他要回去告诉人说 你们疑虑有解决了 所以马上变成一个两面讨好状态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同样的 他们也不需要去 就是重复整理 那么多繁琐的文书的新的工作 他们经常就是靠群众外包的方式 让大家把所有可能的疑虑提出来 他一次总整回应 那以后还有人来问 他就说那你就去看当时的对话 所以大概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一次的发散 然后一次的收敛 那如果还有整点 再发散 再收敛 这样子的方式去降低资料汇险所耗费的时间 就是重复利用我们这个公版的 Join的这个平台 所以这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有五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什么样的酸民会把我惹毛 基本上是完全不会的 就是说我看到网络上任何对我的人身攻击 或者任何对我的这个批评指教等等 指名道姓的一些这些攻击 我都是非常愉快的这样子一个心情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就是有一个经常按摩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以前就是每次看到任何一个留言 他这个留言里面有一些可能让我想要摔电脑的一些 自言的时候 那它是一个视觉刺激嘛 那所以我们透过一个叫做认知行为疗法 就是说你可以深呼吸一口气 然后呢去泡一杯这个好喝的茶 或者放一些好听的音乐 总之一些非视觉的一些新的刺激 那这种新的刺激跟这个新的视觉刺激 它就会在脑里形成一个association 那我如果当天晚上睡多八个小时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个新的长期记忆 那现在长期记忆形成之后 我以后再看到这些字眼浮起来的就是这种 就是非常开心的感觉 很舒服的音乐什么之类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这不是那些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嘛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不用特别去回应它 也就是说在心里就不需要有一个防卫机制 那我就是针对里面它真的有贡献的部分去回应就好 那将来就发言说原来这种要回应 就是必须要有些有贡献的部分 那一来二往这样子到最后 就会实际邀请他们就是去我的办公室 大家这个喝杯茶聊聊天 因为我反正每个礼拜三都在这边嘛 那所以在网络上讲不清楚的 那这边有我的颁表 大家就可以实际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都可以来找我聊天 然后好好的讲清楚 就是他们感兴趣的一些事情 那所以有的时候所谓的酸民 它也不是酸 它就是长期以来它有一种习得的无助感 好像它讲什么都没有办法实际就是改变 或者是说实际参与政策的这个行程 那我们开放政府的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说它不管再酸 它比方在众议平台之前有人提这个案子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体验 它就是纯粹的负能量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从前年五月看到了这个负能量 底下一整片都说财政部长下台啊 文贸公司关上勾结啊什么东西 那我们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只做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是他上去回应说 各位对财政部提出来这些批评指教的朋友们 我们了解到你们的挫折 这个从Mac或者是Linux 真的很困难 那任何人他只要有过这些攻击 或者是谩骂或者是留言 就自动获得两个礼拜之后 在财政咨询中心的工作坊的入场卷 也就是说骂了就有票 那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那当然我到底底下马上就推文说 这个真的诚挚的欢迎大家来了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突然之间 我们从这样一流延 到实际我们开第一次工作坊 风向就逆转 本来是八成的负能量 不到两成的 弱弱的再说我用Windows保险很顺啊 那但是呢 我们这样一流延之后 这些八成都是正面的批评指教 那只有两成的还在弱弱的时候 财政部长下台已经没有人理他们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酸民它之所以酸 它真的只是因为 它想要有一张入场卷 所以会炒的并不是说有糖吃 而是要进厨房 然后一起来做糖吃 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这位最酸的酸民 为什么那么酸 是因为他就是专业的体验设计师 那所以所谓谁是谁在乎谁痛苦嘛 所以他就是最在乎 所以他就最痛苦 那所以你把它摇过来之后呢 他就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多的贡献 即使是没有办法来台北来现场的 也可以看直播 然后透过slido的方式去做贡献 那所以我在最后花这个一分钟 讲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酸民的这个惊叹号 什么表情帮你是可以移除的 但是他真正有提出来的具体的意见 我们都是实际透过一个服务设计的一个概念去看 报税服务流程开始之前 报税之中 报税之后 大家做了什么行动 有了什么需求 碰到了什么问题 等等 那在这里面呢 即使他洗版300个人都留同一个留言 但是他也只是一张便利贴 所以他就告诉大家洗版是没有用的 那第二个是说 大家留了什么言 我们就贴什么 那因为我们知道公务同样都有一个反射的一个动作 看到自爆多的时候 这个可能怕长官觉得高血压或什么 会自动转移成什么什么文字说明消险冗场 什么之类的这种修辞嘛 那但是呢 从网友的角度来看 这个就是好像背叛他们 因为他们本来写的是自爆多 你就应该贴自爆多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 我们绝对不会去和谐他们 他们说自爆多就是自爆多 华丽到让人迷惘 就是华丽到让人迷惘 或者是说前年的报税丸体 报到一个程度 会有一个国税局一个娃娃跳出来说 感谢您对国家的贡献 谈了大概五秒钟才能把它关掉 可能是让人心情好一点 那带有朋友很尖锐地指出 他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 所以所谓痛快嘛 痛得就快一点结束 不要浪费时间想要报我心情 这个可能娃娃 别人看起来很可爱 但是那个时间点看就是很讽刺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任何挑战性的 我们都实际把它拒过来 然后实际邀这些最酸的朋友们进来 跟官方网路跟五区国税局一起去画 新的报税丸体的界面 那在过程里面 所谓界面三分情嘛 其实在网上不管多酸 到了面对面 其实真的酸不起来 那所以我们实际上在去年嘛 就实际做了这样一套 给那个Linux的报税软体 那它的Approval rating大概是96% 是大家都非常满意 那就算是剩下4%的朋友 他们也了解他们的这些批评之下 我们会在今年的报税软体里面 跨作业系统的去把这些都实践出来 那一转一瓦其实就是大家盖的 就算大家只贴了一张便利贴 他们也会变成这个志工变成支持者 然后如果有人用了不好用 为什么他们还会免费的在网路上面帮忙说服 所以重点不是这个东西多漂亮 我们就要砸钱大概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而且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些朋友们加入 所以事实上这整个预算到最后是负的 就是省到了钱 然后用这个省的钱的零用头 来办这些工作坊 所以大概是透过这样子的酸民的一个做法 它越酸 那我们就要邀请函就发的越快 那发了邀请函之后 它实际来 然后我们来进行协作 大概就算钱 有朋友们问说 从专业来看 要如果从数位政策上面来减缓 世代的不正义 以及贫富不均 所造成的现象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事实上 今年的这个行协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就是地方创生 那地方创生就是在试着 让就是不同的 好像贫富差距比较大的 或者人口外移比较严重的 或者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偏向 面白发发展等等的这些部分 那identify出了各种各样实际的问题 那这些实际的问题 在美国 就是这些 这里 就是134个行政区是特别严重的 他们只占台湾人口数的11% 事实上这是户籍 所以很可能还更少 那但是面积是66% 那所以在这些过程里面 青庄人力不足 然后就是土地发展限制多 然后青年就的机会不足 这些地方 刚刚讲的 这个问题提到的这些 在这些地方是特别强烈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数位的方式来协助呢 一部分是说 我们去用透过所有网路取代马路 所谓宽品人权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确保它在任何地方 它都有至少10Mbps的这个网路速度 没有的话就是我们的错 那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才能够好比像说它的送货是很困难的 那我们就提早在那边用无人载具的 创新实验的方法 用无人机把这个取代邮差 让他们很容易的去取得一些民生的物资 又或者是说如果他们在那边就业 比较不方便的话 我们透过远端就业的这样一个系统 远端工作的系统 那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公务人员其实是可以远端工作的 在2013年左右 人生行政总组就有一个函 所以任何人的工作 它只要跟网路有关的 就不是有工作时间的地点的限制 所以这是我的就是加入行政院 劳固协商的条件 就是为什么可以在公共工作 那但是其实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个 所以我们在今年地方创生里面 我们就是说那公务人员就跟 就是劳基法的这个所谓的远端工作 就是你可以任养你的故乡 回去你的故乡 到这些平衡去进行支援服务 借调注点等等 但是你还是可以做中央政府的工作 那这中间靠的就是远端工作 远端视讯这样子的一种工作方式 然后Digital Workplace 那目前已经有上百个公务员 愿意加入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才可以从一个宏观的 就是行政院的这个观点 但是又让在地的去工作的朋友们 非常容易access到就是我们实际的创生的这些计划 然后跟它的就是数据 那当然大家之前常常诟病的就是说 我们这些提出来的会在每个不同的局处 就被稀释掉了 或者是在不同的这个部会就被稀释掉了等等 所以这次是完全跨部会的 然后它的窗口就是去工作 那在这里面就是任何人他只要愿意能够反转 让所谓的braindrain变成braindain 就是人才外流 别是人才的对流 那它就是一个采取一个随到随搬的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就不会再要说你几月才能提检报 几月拨款 然后二分期的时间都在想办法和销跟写计划 等等的这些情况 大概不会讲 会变成一个多年期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是公务体系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变 那在这里面 当然就是蓝星的院长 他在之前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已经有试过这样子一种巡回式的做法 所以他就是把这样子一套东西 放到这个新军院这边来 那我自己也是在全台湾就是巡回 像我才刚从屏东回来 那这边是应该是花莲吧 那我去的时候就会是跟在地的朋友们 甚至我会住两个晚上去实际体验他们的情况 但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同时在空中却有12个部会的朋友们 都透过双向的屏幕实际看到那个当地的情况 所以他们不用跟着我去环导 但是他们必须要在空中 然后透过这种双向视讯的方法 在地的朋友们丢一颗球 这边就要接 那这边以前就是说我们要回内政部 回交通部 回经济部 那会到最后可能就只剩两张的A4纸 帮助一些解决方案来 那当然credit是回到这些专业的公务员身上 所以见面三分情呢 透过视讯见面大概也有个2.5分情吧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就可以去建立一个长期的 互相支持的这样子一个关系 所以这是我们运用数位的方法 它是所谓的assistive 就是辅助性质的一种基础 它不是去取代人员性的沟通 它是让人跟人性的沟通变得更容易 有位朋友们问说 那我们应该如何更广泛推广 所以服务的概念增加 你中文公共们直接在平台上进行互动呢 海基会教育保守 会建议你第一步该怎么做呢 其实你没有任何做法是错的 就是说你只要愿意开始做 那你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别人就会告诉你 那如果别人告诉你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觉得这个心里不太舒服 那就要去听音乐啊 或者泡一杯好喝的茶 好喝什么之类的 其实对话是双向的嘛 那我们在就是我们办公室 我们的核心价值 其实就是建立这个工部门跟民间的一种互信 那戴互信 它是就是像这个两个人跳舞一样 它是总有一方向先去踏出第一步嘛 所以我们这样讲的都是说 政府必须先相信人民 那人民有一些会回来相信政府 那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先把我们正在做的不怕别人知道 那这个叫做透明 那别人知道之后呢 那他这个提出问题 那他有一个参与的一个方法 那参与最好是在比较前面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而不是怎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当然大家提出问题之后 这样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要一个事实的回复 给出一个交代 那这个叫做当责 那第四个就是说 我们不是只是会用手机的人才能够来参与 而是说我们通过巡会的方式 刚刚讲的这些 看完后这些方式 去让各种不同的朋友都可以被纳入 这样子一个过程 所以我想法就是说 任何事情在想 它只要符合这几个条件 那大概别人当他参与的时候 就会提出很多想法 具体的想法 让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得越来越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怕说 一开始第一步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事实上任何的做法都是对的 那在这里面我想特别强调一个就是说 如果它牵涉到组织里面的跨部门的这个协调的话 那像我们这个在网路上面这个平台 它只要跨部会 常常会有A部会说是B B部会说CC部 会说A是主办的 他们只愿意配合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能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 就是像冰桶挑战一样 大家都是主办 所以就算恒春的架子一个案子出来 说空气场都要涉住恒春机场 为什么呢 因为要当救护车用 那么离最近的一个大医院有90分钟的车程 那当时这个内政部说 我们没有多的黑影直升器 国防部有没有支援一些 国防部说那个军营 我们也没有要执政器 甚至交通部开一条快一点的高速道路 那交通部是说 这可能对这个沿线的观光会有负面影响 卫福部是不是开一个大的医院就好 那卫福部说他们有提了计划 但国防会没有准 是不是要回去问国防会等等 就是之前常常都有这样子形状的这个情况 那但是我们一开始就讲说 没有这就是Cross Functional 就是大家退来退去的时候 对不起啊 大家一起去恒春 然后所有曾经提出过意见的利益关系人 包含我们的当地的医疗单位啊 这个党代表律师 县议员就是奖约会议员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很重要的相名代表 不是PTT啊 满洲相相名代表 这些朋友们 他都是聚集在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会议室里面 我们就事论事的讨论完所有的可行的这个解法 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考虑到的 好比像说在地的医护人员的 就是后送会简迪对他们的信任啊等等 那这些网友们然后或者是在更大的那一个就是市政府的会议厅 县粉会厅的那些朋友们就能告诉我们 那所以虽然就是比较小的协商 但是不是密室协商 而是他是直接直播到更大的那一个town hall 那那个town hall就是我在主持 我就好像是ESPN的解说员一样 告诉他说这张简报是什么意思 这张便利帖是什么意思 那在地的朋友不管是要成康的 要丢鸡蛋的 要拉布条的 要澄清的 反正就冲着我来就对了 因为大的这一间是不会直播会小的那一间的 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干扰什么的那一间的 那一间的讨论 而且大家都想要看电影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算有成康也是一下子就就化合下来 那那大家的意见都可以透过slide 或透过我传情这个小的卫议室 所以我们虽然讨论一整天大概五到六个小时 但是最后我们就达到一个说 那恒春旅游医院应该要扩建 应该把最新的设备放在那边 甚至是从高雄飞医师过来去开刀 而不是说把人病人飞到高雄去等等 那这个部分 礼拜五讨论完之后 我各个礼拜一跟院长讲 院长去看一次 那我们就播了好像三年左右吧 然后那个恒春旅游就开始盖了 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在这里面一开始就有一个cross functional team 确保说有责任的时候谁也跑不掉 当责的时候不会有民众体力 然后且有漏接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内部管理里面 唯一需要注意的事情 只要这个有注意到 其实其他都不是问题 这个就叫做跨领域的合作机制 那已经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当然没法讲太多 但是我们就里面很多的想法都放在 现在政府数位服务准则 现在已经不是草案了 已经是测试版了 所以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多看一些那个自评表里面的内容 有四个条件想要知道说 台湾的5G推动是否有期成 有没有规划配合5G的加持网络服务 有的我们的5G的视照 基本上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5G大家都知道说 它有五个这个功能 是4G所这个难以达到的 就是大容量、大连接、低耗能、低延迟 跟超高速 那可是呢这些是不同的应用情境 有些是你非要不可的 像低延迟 这个远距手术医疗跟自驾车的时候 你非有这个不可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那差这个几个毫秒 那就是这个人命关天嘛 那有些呢说不定用光纤 或者用WiFi 或者什么东西 也许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 那有一些是你不实验 没有人知道的 好比像说有一个实验室 远距开推土机 然后呢让这个推土机的师傅们 能够坐在容器房里面 然后就附身在里开推土机 到底还在推倒器 它就不用奔波嘛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它会累积出非常这个高精确度的 这个它的控制的资料 跟那边传回来的这个影像 所以一方面对工程的安全有帮助 二方面这样子录下来它的反应之后 它的那个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是人工智慧的训练 它的机器助手就变得非常容易 它不用在那一台这个推土机上面去安装设备 它可以在一台重要的控制中心 可是像这个到底5G能不能解决呢 或者说5G到底够不够解决呢 这个我们目前是透过一个叫做sandbox 就是测试场域的这个方式 测试场域能分成两种 一种是盈利 一种是非盈利的 如果是非盈利的话 那它就是每半年一次 每半年一次它可以无限制的这样子实验下去 那如果盈利的话呢 它最多就是半年加半年 那之后它就必须要把这个平谱规划回去 那它当然就可以回去去用这个商用的平谱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说 我们未来要探索5G在这些不同地方的应用 我们会在全台湾各个不同的地方 现在已经开始接受就是各种商用 跟非商用的实验 然后呢就算是同一个平谱 就是测试平谱 我们也可以去在台湾的不同地方 去做不同的协定 不同的应用等等 那到最后我们就发现说 哪一些应用是特别适合的 那这些部分就转到这个商业的平谱去 转到Telecom那边去 那特别想要外销的这些设备商等等 他们在台湾这边练完兵 做完Proof Concept之后 它的那一整包就可以去外销了 所以这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我们是先用实验性的平谱 慢慢等它成熟的时候 实验性转成商用的平谱 那但是我们无论如何 一直都会留着这种Sandbox的实验 尤其是它是技术公开 非用力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会一直让这样子的实验方式继续下去 所以我们这个施照的规则 大概就是说实验先 然后非商用可以继续测试 然后呢一旦确立了之后呢 商用的就开始实验 这是我们目前使用5G 并谱规划的一些方法 那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心目中最适合台湾小孩的 教育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我自己在路课之前是 新课纲的科尔城发展委员会的委员 那我们很高兴知道说 在今年的8月9月就要上路了 我们会从小学一年级 国中一年级跟高中一年级开始 去用我们新的这个教育方式 那所谓的素养导向的教育方式 而不是以前技能导向的教育方式 那素养跟技能有什么不一样呢 技能就好比像说以前这个大家会 会划分一些跑道分流啊分组啊这些 因为我只念到国二啦 这个都是朋友跟我讲的 就是据说啦上了高中会分组啊 据说上了大学会分系啊 这个我其实不是很熟悉 那然后呢 大家好像在既定的跑道上面 强调的是个人跟个人之间的竞争力 那但是我们现在在做新科抗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其实很多以前是个人跟个人的竞争力 它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好比像说 七岁的小孩他刚进入小学的时候 他可能过度认同他的某一项 像个人对个人的竞争力 可是到他18岁就是国家结束的时候 可能他擅长的那些东西 完全被自动化所取代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他过度认同特定的技能的话 那很可能就会有一种 任性尊严的上市 而且他会觉得被国民教育欺骗感情 这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培养的 就不是这些个人的技能 我们要培养的就是三种基本的素养 就是自发 互动 公好 那自发就是看到一个社会问题 看到一个他想要有好奇心 想要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去规划 所以他们要选修 可以把它放在高中 好比方说每个学校 有可以用学生的需求 去开校学校的必修 跟选修的特色课程 好比方说学校 可以结合我身上 这样子的联合过程 去发展目标 去把这个永续的社会环境 跟经济去跟当地 刚刚讲的地方创生 这些东西去合开 他不一定要在学校里上课 所有的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 学生当然越早 就开始解决他附近的问题 这样就比较 他都不会有人才外流的问题 他即使出去念大学 他学的是 他怎么样增进 他的社群的好处的东西 他学完之后是会回来的 但是如果他在基本教育的时候 是跟这个社会环络隔开的 那他很可能出去之后 就不回来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想是我们在 在接下来这个自发里面 他必须要是实际的社会问题 然后去经过创新 加以解决 那互动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会碰到各种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领域 各种各样不同的朋友 那他只是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去想办法组队打怪 而不是把别人看作是竞争者 是看作合作者 那第三个所谓共好 就是说在过程里面去看到 我有我的价值 你有你的价值 我们可以去共同变成一个新的共同价值 那这个就可以把以前我们在教育里面 好像都是纯竞争性的 一种零和的这样子一种感觉 变成是说 那以前会是零和 是因为大家都跑同一个跑道 那我们现在是这个一鸣枪起跑 你一找到你关心的社会问题之后 你就一转身跑自己的跑道 这样你就赢在起跑点上面 没有人跑你的跑道 那但是赢在起跑点之后呢 你会认识的人 就是在别的不同的起跑点 但是他朝向同一个社会问题 或环境问题的这个地方跑的 那这些人 才是真正的同侪 而不是一开始 明昌起跑的那些人 所以就是去把各种不同 兴趣的朋友们组合起来 然后连接变成一个创新的概念 那这个其实我们 免得温勇区发展目标 这个就是 比起以前的千禧年发展目标 这个才是 就是STG真正的精神 因为以前千禧年的时候是说 好像我跑的比较远的 对跑的比较这个 没有那么远的负有一些责任 但是有些人小心上下 还有些人小心上上 但是呢 STG的基本想法 就不是这样而是说 到2030年所有人都答应说 我们要做到 礼拜十九件事情 那分成十七个选项 那里面呢 擅长商业的 擅长环境的 擅长社会的 并不是三种不同 互相拉扯的人 而是说你不管做任何一项 对其他别人都有好处 那所以这个就是 共好的最核心的价值 所以共好 就是我们整个国民教育 它最后要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自发互动共好 这三个自然都是内在的 那内在的 他就不会怕被机器取代 或者被自动化取代 因为任何东西被取代 那只让他达成他的社会 或环境 或经济使命的时候 更多一些事情可以做 他不会是把成就感 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牢靠的人 与人之间的个人的竞争上面 有四个人问说 这个内阁总辞之后 会不会留任 应该是会吧 我是非常愿意继续贡献的 那所以应该是 就是今天并不是一个 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 所以就继续贡献下去 因为其实当初我这个加入的时候 林轩老师问我说 你是为了这个什么使命吗 这个义务吗 或者是责任感吗 就是为了什么来这边当政委啊 然后就说我是出于兴趣 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外在的动机 跟内在动机的一个差异 因为我的兴趣 其实就是认识各界不同的朋友 然后一起把看起来 好像是互相抵消的东西 变成一些互相加强的东西 这个从小就是我的兴趣 那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我并没有一定要做什么 但是大家觉得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很愿意把大家的力量 结合在一起 那保持着这样子一个心态 其实对我来讲就是 我不管当不当这个任务 我大概还是做一样的事情 那很感谢大家就是 用纳税人的就是 这个贡献 让我能够全心全意做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不管在哪个位置 我大概还是做一样的事情 有五位朋友们想要请问说 这个就是举手大概不会有人问的问题 就是如果让一般人理解 九二共识的这个内涵 只有这个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好像也不能完全这样子讲 以我的理解 就是之前那个明通老师有这个有一个九二共识这个来源 考的那个记者会 他里面有讲说这个就是两边各有各自的讲法 那然后双方这个不要去否认对方的互不否认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一种很有意思的 像一个亲民间 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 那我会觉得说我没有 我对这四个字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就是我脑里就是一大堆历史文件 那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讲 就是看到这四个字脑里冒出一大堆历史文件的可能比较少 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难以简化的一个字 那在当时当然是创造的时候是有它的历史意义 因为每个人可以填一个不同的想象过去 那所以就是在维根斯坦的那个哲学 你知道意义及用法吗 就是每个人他用的时候就是靠着他用这四个字 然后来创造出一个不同的连结嘛 那但是那是因为说每个人都不去否认 其他人的不同的连结 那所以他就有一个创造性的模糊 那当然这个创造性模糊的空间 就是最近被这个就是习近平老师这个重新定义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这边当然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必须要把话讲得更清楚一点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四个字的目前可 可操作的创造性模糊空间 确实是有缩减 那就是为什么就是 我们有看到原住民族这个专行委员会的各个朋友们都加在一起写了一份 我也有帮忙翻成英文的加一份Declaration 因为就是本来有创造性模糊空间的时候 这些原转会的朋友们没有觉得跟他们有那么立即的切身的这种关系 现在他们就感觉到了这种立即和切身的关系 所以我会觉得说可能不一定是要让一般人理解他的内涵 到底是不是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对不对 我在这边应该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爬梳九二公式 当时为什么会创造出这个字的历史的那个脉络 那让一般人了解到说当时的历史脉络 跟我们现在的脉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可能是比较持平的这样子一种解决方法 而不是说我们去回溯定义说他当年在做九二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当年他也不是那个意思 那我们是现在这个字的定义预备被改变了 有六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我从政府的体制外走入体制内 好感觉最大的冲击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自己因为三代都是军工教的 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文化上面的冲击 我是觉得说本来就是这样 那我常常开玩笑说行政院是一个非常大的合作社 然后每个铺回都是NPO嘛 因为每年都是要就是花钱达到一些社会效益 不是要赚钱的 除了中原银行啦 他们是要赚钱的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NPO 许多的很大的NPO 然后帮忙去这个 coordinate 这样一个合作社嘛 一人一票嘛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就跟任何大型的组织一样 现在随着这个数位转换 大家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所存在的这个精神 到底正在服务什么创作什么社会价值 用一个非常简单清楚的方法 让大家了解 然后也了解到说 从民间的角度来看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就是如果在民间的社会部门或者是私部门 有一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民主做得更好的 那他们就是我们的伙伴而不是我们的伙计 所以就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伙计关系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目前大家正在重新学习的 就是从以前比较是好像微信这样子一种治理方法 慢慢变成就是诚信的这样子一种治理方法 我们是靠着我们讲的多清楚 然后一些别人问的时候 我们多快给一个交代来去建立弧性 而不是靠着说好像是我们讲的多不清楚 然后多有这种创造性的模糊空间 然后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因此 大家都留一些面子等等的这种方式来达到这个治理的正当性 那我觉得这并不是说因为本来的治理方法坏 现在治理方法好 而是说现在在这个数位的时代 我们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子去 几个投人几个主要的职者判定了就判定了 而是说现在每一个人只要用一个正确的hashtag 他在网路上面揪一个团 马上10万人就上街头 25万人就上街头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靠本来的那种就是创造性的 这个少数人中间的所谓的公式来达到这个工作 那很可能必须要是透过像public diplomacy 就是公众外交等等的方式去让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了解到共好的这样子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在就是跟PRC政权的关系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们也签了永续发展目标 他们也答应说到2030年要达到一个透明的党责的政府 怎么达到我们不知道了 但是也有答应了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些是共同价值 那只要有共同价值我觉得却有对话的空间 那所以今天的还去到这边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唐凤正伟 在真的是一个小时的演讲非常的精彩 也让我们对于数位政府开放平台有更多的理解 我真的很我想我们大家打成心里面 我们就是很喜欢我们的唐正伟